还有一些具体的小法 家世繁重照顾小孩占有时间 单位单误自修 烦恼特重本心愿静 指点弟子 每天早晚想办法抽搐 十分钟到二十分钟的时间 或者诵经或者持咒或者念佛 定下来不要轻易改变功课 白天不管多忙 不管做什么事 都要把一句佛号提起来 丢了再拉回来 想一切办法 能够不让他跑 时间长了以后 心就被这一句佛号拴住 不容易乱跑了 烦恼就会有效的减少 因为在一念之间 只能有一个念头 不会有两个念头 有了阿弥陀佛就没有烦恼 而且平时要注意 直接 不乱讲话 不向别人去诉说自己的烦恼 然后烦恼就会减轻 下一个问题 给大家订阅